Hello 大家好 我是喬帕 今天又要來假日 DIY 了 幹嘛呢 就是要來裝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調光簾 然後我們 後面這個窗戶就是要把它安裝一個調光簾 好 現在 馬上 Let's go 先 講一下要準備的工具 準備工具其實 起子一定要的 螺絲 還有這個 擺設的 鉛子 小刀 電鑽 尖椎鉛 鑽尾 還有那個起子 起子頭 然後 尺 還有 這個 尖尾槌 應該就這樣 基本的 小工具 應該就是可以 完成這一次的 DIY 好 我們現在來 執行吧 GOGO 其實這個調光簾 有一個故事 就是 我去跟人家訂做的時候 他還 給我做錯了 還好我 那時候在LINE上面的紀錄 我給他的尺寸是正確的 是錯誤的 所以他 後來還是 再補一個 補回來給我 還好 反正就 然後洗 現在大致上就是 把箱子已經打開了 等一下要先把 那個零件取出來 一般零件都會放在 他們工廠做的 都會放在那種 邊邊角角 給你 那你只要 拿美工刀把它劃開 輕輕地劃開 總共有 五隻 五隻腳 所以今天要鑽十個洞 完蛋了 我不知道我的 那個 鑽尾 不知道可不可以 蹭到十個洞 好 反正就是先這樣 好 然後現在就是 要 先 裝這個架子 一般這個就是 我要安裝的地方 因為這個有點近 所以我可能 大概抓這樣嗎 因為我們的 調光鏈都是尺寸兩號 所以也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所以就是 一般就是 沿著 沿著 沿著那個屋簷 跑 這樣就好 應該這樣就 沒什麼問題 可是主要就是 鎖邊邊角角的話 可能 那個卡牢會比較不好 沒關係 我們 先來 鑽孔 發動 GOGO 好 剛剛已經都有做機號 然後等一下就是 直接鑽孔 鎖上去 然後 吊起來 應該就可以了 好 OK 現在孔都鑽好了 主要是 因為我覺得 鑽三個支架就夠了 用五個 我不想把我的槍面鑽太多 那我現在再來鎖那個 來釘這個 釘這個 千 N NG 那我們這次 用的鑽尾是 四分之一 就是兩分的 然後用兩分的 這個NG OK 有沒有解瘦一下 你要放進去 就是 不用 應該不用解瘦吧 就用鐵錘 打下去而已 稍微輕輕地打 好 OK OK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把 這個鎖上去 然後用高張力螺絲 把它鎖上 這樣它就有支撐性 翻下去 變動的 比較快一點 就會變爆滿 這是第三個分鐘 對 對 對 稍微的 稍微的 OK 什麼聲音 撞到板子的聲音 OK 對 第二位很喘 高喘 提力過頭 提力過頭 提力過頭也是 等一下 等一下拿槌子 釣一下 好 怎麼了 上來啊 麻煩在上面 好像真的釣在下來 好 好 好 OK 夾子 基本上都上去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先清潔一下 好了 因為 剛剛有被我摸髒的地方 先把它擦一下 OK OK 我們的調光鏈已經裝好了 喬媽來測試一下 OK 我們的調光鏈已經裝好了 你看這個就是 可以半開 這是全開 半開 然後關掉 一點點 一點點 OK 對 整個的感覺就是這樣 看起來不錯吧 滿厲害的 OK 好啦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調光鏈DIY 因為我這一個是 自己 叫那個 中盤的 廠商定製的 所以 連丈量都是我自己量的 主要是量長寬 然後 你的線 要 右拉左拉 你要跟廠商說好 他就會幫你做 因為我想要做優拉 才不會這裡感覺 怪怪的 然後我就 把它用優拉 這樣 就完成啦 自己DIY 可以省很多錢 可是 如果是 準備的工具也要夠多 好啦 就這樣 OK YA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再幫我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謝謝你們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來 我們下次見 下集見 先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